新城乡公所颁发了今年度第一批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状案 这次有无比土地共3528平方公尺完成他向权利移转所有权 未来将持续协助办理土地权利的回复 让原住民的主人祖先留下土地可以代代产承 自108年1月9号公布修订三坡地保育利用条例 第37条删除他向权利 需要设定满五年才能够取得土地所有权的限制 将公所持续通知他向权利人到公所办理所有权转已适宜 厦内经过清查之后 目前仅剩五位他向权利人未到所办理将持续通知 一级余年内完成本乡辖内他向权利移转 原住民族人自祖先传承并符合民国77年2月1号 日前便开始工作以及居住使用的规定 提供相关佐证资料即可申请补办增化编原住民保留地 凡申请案应相关规定办理和定位原住民保留地后 即可办理所有权移转 三位申请的族人也尽洽询相公署办理 现象对原住民的各项的权利的福利 本所的同仁都全力来以赴 像今天总共有五位申请通过 这都是过去的成年旧案 我们上任之后 然后请这个曾勋所长非常的认真 同仁一起把这些问题都来给他解决掉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五位相亲恭喜他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状 恢复原住民保留地这个部分 今天办这个权状给他们 那在前项目前我们总共大概有五项他项潜意的部分 还在这个申请当中 我们会尽快的帮这些相亲来处理好一些事物 让他们尽快拿到这个权状 也让我们这个政府和这个美意尽快的来落实 取得权状的林先生以及张先生表示 非常感谢县城厂公所以及厂长合理台 争取土地权利的过程非常漫长 从民国七十几年至今 当权状终能够由厂长颁发 现金取得的时候真是非常的感动 有没有开心 当然开心 你看他的脸上这个看得出来 我现在另外再申请我们家后面那一笔 好 好 好 只要符合的话我们都可以来帮忙好不好 谢谢 申请了十几年了 对啊 今天终于拿成这个心愿 要好好爱护这块土地 我会 恭喜恭喜 这个是不可能会跟姜拿走 是是是 自己要住的 是自己要住的 下来回台表示 原住民事务所将持续清查成年就案 协助主人办理土地权利回复 并且加速行政流程 以受断主人在申请其成的时候 所耗费的等待时间 并且期望主人们在取得土地之后 不要随意转卖或设定抵押 让原住民主的保留地能够代代传承 以保障原住民的神迹 记得终于新城相望岛